波音剑日聊真相 莫长寻常说古今 大家好 本期我们来聊聊古代的记忆之 月王勾剑剑 韩瑜诗说 巫衣月诗百宫之人 君子不齿 这说明在古代的工匠 哪怕是科学家依旧被世人所轻视 如果古代重视这些百宫的话 会怎样 月王勾剑剑 全球晚期月国青铜器 国家一级文物 1965年冬天出土于湖北省金州市江陵县望山储木群中 因剑身被镀上一层含烙的金属而千年不锈 经无损科学检测 其主要合金成分为铜锡铅铅铁硫等 花纹处含硫膏 因硫化铜可防锈 剑通高55.7厘米 宽4.6厘米 剑饼长8.4厘米 重875颗 极其锋利 可有月王纠前自炸用剑八字 如何做到这么好的防锈技术 这把青铜宝剑穿越了2400多年的历史长河 为什么依然寒光四射锋利无比 剑身丝毫不见秀斑呢 其剑刃的精魔技艺水平 可同现代在触控精密魔床上生产出的产品相媲美 古人是如何做到的 不同成分的配比在同一剑上是怎样助制 这把力气上的铜锡配比 特别是剑锋与剑身上的配比不同 一直以来没有得到精确的量化数据 这直接关系到宝剑的色泽 气味以及宝剑的锋利程度等 间隔0.2毫米的11个铜心圆如何铸造 宝剑的剑柄是圆锥体 柄内内空有极其规整的11个铜心圆刻纹 间隔只有0.2毫米 圆圈中间还有细绳纹 这是现代最先进的车床技术都无法实现的 蛇鳞一样精美的菱形暗格如何制作 月王剑剑身上有菱形花纹 是多年以来人们在想方设法攻破的谜 有专家怀疑是化学外渡技术 而化学外渡技术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 难道当时的古人就已经掌握 八个金丝鸟撰明文是如何制作 月王剑上刻有月王纠浅 自作用剑八个金丝字 随着时光的流失 众多传承记忆泯落在历史长河中 如果古代就重视的话 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呢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想了解的 想要对我们说的 可以给我们私信 或者在下方评论 您的兴趣就有可能成为下期的节目 不要忘了关注我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